今天把一些主要的減重治療 目前在我們中心 然後在國際上比較是主流的一些治療方式 把它提出來 然後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解釋 用大概40分鐘的時間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治療到底怎麼做 那這個治療對於哪些人適合 還有他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項 ok 第一件事情就是講胃內的肉毒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治療都用這種方式 很像縮紋解釋一樣 那什麼叫胃內肉毒 就是用胃靜的方式 在胃裡面打上肉毒感菌素 那肉毒感菌現在很多女孩子會打在臉上 其實它就叫做瘦臉針 那瘦臉針它的作用的方式就是 透過打這個肉毒感菌素 讓你的肌肉不要收縮 不要運動 那 那多打幾次之後 它的肌肉其實會稍微出現萎縮的現象 那萎縮以後它的臉就會變小 這其實就是肉毒素很神奇的功效 那我們的胃其實是用來承接食物的 食物進到胃以後 它也會收縮 它也會拍空 所以如果我們把肉毒素打在胃上面 那是不是它胃的蠕動就會變慢 那為了蠕動變慢之後 你的食物停留在胃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那你飲食的飽足感就會提升 那這個在我們中心的這個研究發現 打完肉毒素之後 我們身體的飢餓的荷爾蒙 跟飽足的荷爾蒙 也會出現輕微的改變 所以 除了它會讓胃的排空變慢之外 它也會讓你的飢餓感 跟飽足感 變得比較像瘦的人一樣 那 這個治療基本上是在門診治療就可以 它也不用住院 那有些人問說 那我到底適不適合 一般的適用人群是這樣 就是說 你有肥胖的問題 BMI值在27以上 或者是你BMI在24以上 就是過重沒有到肥胖 但是你已經有一些肥胖的合併症 譬如你有血糖的問題 譬如你有高血脂的問題 你有脂肪肝 那你 長期透過一些藥物的治療 跟飲食的控制 你又控制不下了 那再來就是你的飢餓感 特別強烈的病人 你會覺得我非常容易餓 然後也吃不太飽 那這樣的 這樣的 痾... 胃筋肉肚的治療 其實就相當適合 那有一群病人是 譬如說 他的BMI值到達50以上 或者甚至是60 是正常的3倍體重 那如果要直接做手術 困難度太高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 可以先考慮先打肉肚 那他可能瘦掉20公斤之後 再來做手術 這就是在超級肥胖者 減重 手術前的減重 這也是一個 胃筋肉肚的一個做法 那他有沒有什麼注意事項呢 其實胃筋肉肚是一個比較保守的治療方法 所以他對胃的容積改變非常有限 那所以 他跟我們臉的肉肚一樣 其實 你要達到很好的效果 必須重複性的施打 所以 通常這個胃的肉肚 打完之後6個月左右 他的效用會慢慢下降 然後消失 然後你的飢餓感 跟飽足感又會開始 飢餓感又會變得比較厲害 那飽足感也會慢慢下降 這時候你可以重複施打 他的好處就是他可以繼續打 每6個月打一次 那所以 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如果說 你要做這個治療的話 可能打了一次 他可能下降一些體重 他可能過半年到一年 他可能要施打第二次 所以你要接受這些事情 那有另外一個注意事項就是 他對於比較嚴重的肥胖 效果會比較差 什麼叫比較嚴重的肥胖 就是BMI超過30以上的病人 他的效果就沒有 BMI小於30以下的病人來得好 所以 體重越重 這樣的治療 他的效果就會 顯得比較差一點 所以 他試用的人群 其實一般我們比較建議在過重 或者是輕度的肥胖 他的效果是比較明顯一點 這是胃內肉毒 也有人稱作胃靜的肉毒素注射 那第二個要跟大家講的叫胃內水球 那這個在胃裡面放一個水球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治療 那對於亞洲區來講 這是一個最近比較熱門的一個治療 那在美國跟歐洲其實已經執行了幾年了 那這個水球這幾年有一些很大的進步 就是改變了他的形狀 包括他的耐用度 那甚至有那種雙水球的出現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這個胃內水球 到底適用在什麼樣的病人 胃內水球他其實也不是手術 他剛剛跟肉毒素的注射很像 他就在門診置放水球就可以了 那透過一個胃靜把這個球放到你的胃裡面 那剛開始是一個扁的水袋 然後把它放到胃裡以後 我們再透過胃靜把它打水打起來 他就形成一個大概500毫升左右的一個水球 那他放在水球放在胃裡面之後 你的食物進來胃就會受到一些阻礙 所以他就會提升你的飽足感 覺得胃裡面就是飽飽的吃不下東西 所以他不是一個手術 那放了水球之後 這個水球是要拿掉的 他只能在你的胃裡面放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他一個很重要的注意事項就是 六個月後你一定要拿掉 那拿掉之後有些人就會問說 那是不是他就會出現腹胖 對如果你沒有合併一些飲食跟運動的治療 那這個水球拿掉之後 他可能就會出現腹胖的可能性 那水球可不可以重複放 其實也可以重複放 一般拿掉了水球之後 一般建議如果要重複放 要再經過三個月後才能再放 那他試用的人群 跟胃鏡的肉肚非常相近 就是說你BMI在24以上過重 你有合併症 肥胖的合併症 另外就是BMI在27以上有肥胖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食量比較大 你覺得每次都要吃很多 你也沒辦法控制住你的食量 可以考慮用這個水球來做一個很好的治療 那或者剛剛提的就是他要做減重手術 但是現在體重太重或身體狀況不適合 我們可以先放水球 然後放了六個月後拿掉 我們再來做減重手術 那讓手術更安全一點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注意事項 就是剛剛講的水球本身 他如果破裂在胃裡面破裂的話 那他會變扁 那扁掉以後變成一個水囊 他可能跑到小腸會引起阻塞 所以我們在熱水球裡面 會打上藍色的噪影劑 如果他破掉的話 你的尿液會出現藍色 這時候如果你突然間某一天 在六個月內 你突然尿液變成藍色的時候 要趕快回到門診來 我們要趕快把它取出來 就代表你的水囊破掉 那通常他可以耐用六個月 所以不要一般我們放了以後 我們會直接幫你安排六個月後 直接回來取出的時間 那個是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不要超過時間 不回來取水球 就把它一直放在裡面 到時候要破掉 會造比較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是胃內水球 要提醒大家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近還有一個比較新的治療 叫做胃靜疏胃治療 那這個是比較像手術的一種 但是這個目前做完以後 可以在醫院觀察一天就可以離開 或者是甚至是早上做 可以到觀察到晚上 沒有問題就可以直接離開醫院 那但是這個胃靜的縮胃 它其實是很像手術的原理 它怎麼做呢 它就是透過胃靜 進去用縫合的技術 把你的胃把它縫小 那這個縫合縫小了以後 它胃容量縮小 你的食量就會下降 飢餓感會降低 那它其實很像我們做 一般的檢控手術的 裡面的其中一種叫胃的折疊手術 那它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改變腸胃道的HERM的激素 所以它的飢餓感 飽足感在剛開始做完的時候效果不錯 但是它隨著時間拉長 它的飢餓感和飽足感的結果 就會慢慢的回到正常癌的狀態 所以長期的效果可能不太能夠保證 那它減重的效率跟胃內水球 其實非常相近 但是好處是它沒有放進任何衣物 在你的肚子裡面 它適用的人群目前 我們是使用在VMI超過27 有合併相關的肥胖合併程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侵入性的一個治療 所以一般我們就會建議在 病人已經有肥胖的問題 那它有合併相關的疾病 再來考慮做這個治療 那很多人會問說 肥胖相關疾病是什麼 我剛剛提過就是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這些都算 那你嘗試用藥物飲食控制 都沒有效果的時候 那就可以考慮做這個治療 那它有沒有什麼注意的事項 就是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因為它用縫合的方式 所以剛做完的時候 有說那個縫合 會容易造成胃的潰瘍 或者出血的可能性 所以做完手術 做完這個治療的時候 我們是要給它吃胃藥 至少要吃一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在做完之後 要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 還有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要讓你恢復的 讓你的胃恢復的狀況比較好一點 這是胃靜的縮胃治療 那再來就是現在最紅的一個手術了 不管是在台灣 在大陸 在亞洲 在全世界 目前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手術 叫做胃縮小手術 那胃縮小手術又有另外一個稱呼 叫胃繡狀切除 為什麼它叫胃繡狀切除呢 就是把胃會膨脹的這個部分把它切掉 把這一部分拿走 就剩下一個小的胃 那這個胃的容量只剩下大概100毫升左右 那正常人的胃容量大概在600到1000毫升左右 那有些人的胃可以到達兩三千 跟他平常就是跟他的體重也有關係 跟他身高也有關係 還有跟他飲食習慣都有關係 那但是不管你的胃容量原來多大 我們希望達到的結果都是 留下大概100毫升左右的胃 所以這個手術 基本上你留下多少胃是一個決定性的關鍵 有些人做了說胃手術但是減重效果不好 那有可能是你第一次手術留下的胃容量太多 那你的減重效率就會不好 那這個手術因為要切掉一部分的胃的組織 所以你的飢餓感會很明顯的下降 因為我們的胃裡面有一些細胞 會分泌飢餓的激素 所以這個手術的確在短期內效果非常好 在手術後的兩年內 他的減重效率跟一般其他的減重手術非常相近 那但是這個手術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長期看起來會有一些負胖的可能性 大概介於5%到10%左右 各個地方的報告都不太一樣 那他負胖的可能性 當然跟胃容量會稍微變大有關係 再來就跟我們手術沒有去繞道小腸 一些小腸的激素沒有受到很大改變 當然也有關聯 所以做這個手術的病 還是要有一些比較嚴格的適應症 就是真正適合這個手術病 我們再選這個手術 那一般來說他的適用人群就是 BMI超過32以上 那有核併肥胖的相關核併症 再來就是或者是BMI超過37以上 那這個就是一個休裝位手術的一個人群 接受手術的這個人群 那再來就是他的糖尿病如果是比較早期 一般是小五年內 胰島功能還算不錯的 那藥物控制的不太好 的病人我們也可以考慮做休裝位的手術 那休裝位手術 如果出現腹胖 那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當然有 如果他有出現腹胖的可能性 可以再縮一次位 也可以加上小腸繞道 或者把它轉成像胃繞道手術 或在當中叫做胃旁骨手術這種手術 那他的減動效率就會持續 所以其實有些人會問說 我做過一次減動手術 如果未來出現腹胖怎麼辦 其實這百分之五到十的病人 其實他還是可以接受第二次手術 甚至第三次手術的 所以這個大家倒是不用太過於擔心 那講完胃縮小手術 就要跟大家講一個合併呢 把胃縮小又把胃縫小一點的這個手術 那有些人說 切掉那麼多的胃我很害怕 那我的體重又沒有到那麼重 但是其他體重治療我都不喜歡 那我就只是想要做手術 有沒有這樣的治療 有 這個叫做胃折疊手術 因為我們胃在某些區域 是專門跟飢餓素有關 所以我們可以把上面這個 跟飢餓素有關的地方 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 我們的胃縮肌要讓它減少 再用縫的把它縫小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胃的接觸面積 還是比袖妝胃切除來的好很多 簡單說就是 它沒有切掉那麼多的胃組織 但是它又可以得到 把胃縮量縮小 把肌肉感下降的好處 但是它用的人群就比較有限制一點 就是說病人有肥胖 那又有相關的核併的疾病 但是它還沒有到病態性的肥胖 就是盡量選在BMI小於37的病人到27中間 就27到37這一群中間的病人 然後沒有嚴重糖尿病的病人 那可以考慮這樣的治療 那看起來效果也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叫縮位摺疊手術 那它的注意事項 大概跟縮位手術差不多 當然它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 可能腹胖的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 如果它有出現腹胖 我們可以再行二次手術的考慮 只是它的二次手術的比例其實都不高 那再來就是 縮位再加上小腸的繞道 那目前在我們中心做的 縮位再加小腸繞道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礦場 一種叫繞場 那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礦場 什麼叫繞場 我就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礦場就是把小腸的部分 一部分礦子放在旁邊 不要讓它吸收 這一段就是放在旁邊 不要讓它吸收的 但是我們食物的路徑都還很相近 就是食物進到胃 進到十二指腸 進到小腸 只是有一段小腸把它放在旁邊 那這個所謂礦場的手術 就是除了有所謂的好處之外 小腸的吸收也會下降 再來就是小腸因為比較短 所以食物接收少量的食物的時候 它就會提高很高的飽足感給你感覺 所以它除了會降低飢餓感 也會提高飽足感 所以這個減重效率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 那它就是一般的減重手術的適用人群範圍 BMI超過32以上有了病症 或者BMI超過37以上 那它對於糖尿病比較中度的糖尿病效果是非常不錯 我們最近中心的研究看起來 它的糖尿病緩解程度可以接近九成左右 就是做的手術 90%的糖尿病病患 它是不用吃藥 那也不用打針 那血糖可以控制良好 所以這看起來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手術 我們中心目前一年大概500例的手術 這個手術就佔了大概有接近200例手術左右 那長期的成效 大概5年的糖尿病緩解的狀況 跟體重緩解的狀況都非常的好 那另外一個就叫做繞腸 剛剛講的叫礦腸 現在這個叫繞腸 什麼叫繞腸 就是連十二指腸都繞過去 我們食物走這裡下來 它會不經過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在這邊被繞過去 它直接進到遠端的下腸 所以它比礦腸繞得更多 那所以它會適用在什麼樣的病人 一樣就是肥胖 BMI超過32或者BMI超過37 但是它會比較適用在比較嚴重的二型糖尿病的病人 就是如果你的糖尿病超過10年以上的病人 或者胰島功能比較差 我們大概就會選擇這個手術 那對於比較嚴重的糖尿病的病人 做這個手術的緩解率還是可以達到80%以上 所以看起來它有很好的減重效果 第二個就是糖尿病緩解的狀況非常好 那這個手術的複抗率更低了 這個手術的複抗率大概只有1%左右 就100個病人可能需要二次手術 可能只有一個病人 所以它的效果是的確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手術有沒有什麼注意的事項 這個手術就是因為它繞過了我們身體 一個很重要的吸收養分的部分 就是十二指腸 所以十二指腸繞過去 它有一些重要的維生素吸收 包括葉酸、包括鐵、包括鈣的吸收等等都會下降 這時候我們就 維生素的補充就要比較大量一點 所以當你繞過十二指腸的時候 維生素吸收會下降的比較嚴重 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 所以它很像衛繞刀手術的對維生素的要求 必須終身補充維生素 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 所以簡單說 就是越簡單的手術 它造成的那些營養素的缺乏影響越少 但是越簡單的手術 它可能負胖率的機會會高 那再來就是它的體重下降可能沒有這麼好 那越複雜的手術效果越好 但是維生素的缺乏可能就會顯得比較厲害 所以就是變成要很規則性的去服用這些維生素跟營養素 那最後再跟大家講一個胃繞道手術 在大陸它叫做胃旁路手術 那有另外一個名詞叫胃轉流手術 其實都講同一個手術 那這個手術跟前面幾種手術比起來 它只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它沒有從身體裡面取出任何東西 它也沒有切除什麼東西 所以它沒有叫胃繡狀切除這樣 它叫胃繞道 就是它其實是把胃跟小腸把它做一個重整 所以它把胃分成一個小的胃跟一個大的胃 然後把小的胃跟小腸接在一起 把大的胃這裡到十二指腸到空腸這個地方 全部都繞過去 所以這個手術的特性就是 食物走這裡消化液走這裡 到這裡它才會吸收 所以它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大的胃沒有再跟食物接觸 所以它吸收費很少 再來就是大的胃被隔開以後 它的肌葉膀也會下降 那因為又繞到了這一段的腸子 所以它小腸的飽足感也不錯 所以胃繞道手術其實是一個 減動效果很好 對於一些疾病的環節非常好的一個手術 那但是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它繞過太多東西了 就是說它把百分之九十的胃都繞過去了 然後也把蛇疹都繞過去了 又繞過了一部分的小腸 所以它的吸收不良 在這些手術裡面看起來是最厲害的 所以它對維生素的需求就比較高 那尤其是育凝期 就還沒停經前的女性 它就容易造成缺體性貧血比較嚴重 那因為大部分的胃都繞過去 所以它維生素B12的缺乏也會比較厲害 所以大概有百分之五到十左右的女性病人 需要長期來輸這個鐵劑 或是打一些維生素 來維持它的營養素的一個穩定 那這個手術也是一樣 需要長期維生素的一個補充 那這個手術一般會使用在什麼樣的病人 就是說它的糖尿病也是比較嚴重 那第二個就是病人到了BMI超過50以上 非常嚴重的肥胖 體重是正常的三倍四倍的時候 那就可以考慮做這個手術 那這個手術當然有一些長期維生素缺乏的問題 再來就是它有一些大家可能會聽過的 叫做傾倒症 就是食物直接進來小腸 它因為那個胃很小 所以它在胃停留時間短 直接進來小腸 所以會當你進食後的一個小時 它會出現頭暈冒汗的現象 這是這個手術的特性 所以我們現在在胃繞道手術 已經有所謂繞腸 所以礦腸手術慢慢去取代這個手術 所以這個手術的比例 其實現在在大幅度的下降 那不只是我們中心 全世界現在看起來 整個減肉手術也以秀症位手術為主 所以我相信胃繞道手術在未來 會慢慢的示威 只用在某些特殊的病人身上 大概是這樣 那它的注意事項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維生素的補充非常需要 那再來就是它可能會出現一些 輕導症的問題 那所以某些飲食上的調整 在這個手術上顯得非常重要 這個是胃繞道手術要跟大家提醒的 我們所有的好像都講完了吧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用三四十分鐘的時間 來跟大家講 就是這些各種不同的手術 不同的治療 應該適用在什麼樣的病人的身上 那從胃筋的減肥 從肉毒水球 到胃筋的折疊 就是胃筋的縮位治療 再來就是腹腔筋手術 微創手術的縮位 會縮小加上小腸的繞道 或加上十二指腸繞道 或者是胃繞道手術 其實它有一個各種不同病人的適應的狀態 所以有些人常常來門診的時候會問我說 那我到底適合什麼手術 我跟他講等你檢查做完 所以我們為什麼在做任何治療之前 要抽血檢查 要做胃筋的檢查 然後要做一些身體狀況的檢查 然後包括身體的組成分析 來看哪個手術 哪個治療最適合你 這其實都是為了你的長期的減重效果的保證 再加上長期的那個維生素缺乏的可能性的這些 安全性的問題 來替你做最適合的選擇 所以其實你在來找我之前 或者是去找減重醫生之前 你自己不用先預設立場 你應該是把自己交給專業的醫生 讓這個醫生去幫你做好所有檢查的時候 跟你做一個很好的討論 然後什麼手術適合你 什麼治療適合你 或許你來的時候跟我講說你需要手術 我會告訴你你的體重其實不需要手術 你可能只需要做胃筋的水球 或者胃筋肉肚就可以 那有些人來的時候他有嚴重的糖尿病 那他說他不要手術 我會告訴你你可能做內科 這一類的治療效果不好 可能需要手術的治療 所以充分的跟醫療團隊做好討論 那依照你的身體狀況給你最適合治療 我想這是在減重治療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所以最後給大家做一個結論 就是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減重方式 最後才能達到最理想又最健康的減重效果 那我們中心希望你可以瘦得很漂亮 但是又可以得到很棒的健康的狀態